抗议民众阻挡车辆前进 以色列台拉维夫的街头 喇叭声四起 警察出动水炮车 想要驱离群众 但是民众强行前进 双方推挤不断 上千名反对纳坦雅胡政府的民众 与以色列人至家属 连续第三个周六上街抗议 场面相当混乱 以色列不少民众 只希望尽快停火 哈马斯提出以重刑犯交换 40名以色列老弱父母人质 双方预计在下周将派代表 前往卡达进行谈判 但现在以色列和美国的关系 持续生变 加萨的人道危机加剧 联合国表示 加萨已经没有正常体型的新生儿 食物的供给也在等待各国帮忙 装载240顿粮食的第二艘物资救援船 有望下周就能抵达加萨 TVBS新闻总和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